華美人文學會舉辦的專題講座 我叫何勇,是華美人文學會的負責人之一 我們去年舉辦了有三次紀念歷史平成的三次紀念活動 第一次是裕達夫,紀念裕達夫占成120周年 第二次是紀念矛盾占成120周年 第三次是去年12月紀念劉海樹 但成120周年 這個120周年好像特別 可蘭之名人這兩年差不多都是120周年 我們大概十年以前曾經請過毛蛇現成的兒子叫蘇宇 他當時就跟我們講說好像1895年左右 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時代 好像是名人、偉人、貴族的一個時代 我不知道這個跟現在120周年有什麼關係 我們今年呢 下面我們也有舉辦三次紀念名人120周年的活動 我們今天是第一次,第一位是介紹潘天秀 然後下個月,十一月十九號 我們是紀念徐志摩擔成120周年 那麼十二月呢 我們是紀念這個尼克蘭 那當時我們搞錯了 一開始看呢 就是以為是尼克蘭也是120周年 反正再進一步查了一下呢 是單純110周年 當然110周年也是一個重大的一個紀念日 所以我們是十二月呢 是紀念這個尼克蘭 所以我們紀念這個 這次呢就是第一次 這個潘天秀啊 他是當然是中國這個 藝術史的媒體 可以說是一個巨匠 是吧 那麼中央電視台在前兩年 就是這兩年還在宣傳 他們選了這個全國各地 就是近代史方面 有大概四十位這個 這個文化劇的劇家 那麼他們分成類別的 第一類呢是畫家 第二類呢大概是術法家 第三類是這個戲劇家 那麼我們紀念的這幾位 這個名人啊就是在這個 藝術界、美術界 他們都是這個 這個百年劇家 上面中間的 那麼畫家呢 他們選的是十二月 其中就有六百書 其中就有這個 這個潘天秀 還有這個 李克蘭一樣 那麼今天我們的畫題呢 就是紀念這個潘天秀 所以潘天秀呢 我就不多講了 但是呢 我需要就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今天的主講人 這個 崔志遠教授 大家反正也就是在這個 我們的宣傳展上 會看到了 這個崔教授呢 他是在這個 這個藝術語論和實踐方面 這個造詣非常高的 又是學者 又是藝術家 他除了這個在 文林潘森大學 擔任這個 反化器的主人 藝術中心主人 之外呢 自己還大量的從事這個創作 在很多地方 在很多地方 都關了過 我們特別榮幸的是 崔教授曾經在這個 聯合國辦公展展 當時我們的這個 婦女書長陳建 總出席的 那麼我想這個崔教授有很多 這個頭銜 是吧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頭銜 我們必須 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下一張 就是這個CCTV 就是央視啊 專門有一個節目 就是介紹崔教授 他上面講呢 就是說 崔教授是中美文化 藝術交流實者 我覺得這個稱號蠻好的 是吧 是把崔教授做的 各方面的這個事情 都圍繞在一起 那麼這個視頻 我們 其實我想放給大家看 但是地方可能有點 宣明奪 今天就不講潘森授 講崔教授了 不過這個視頻呢 是在這個網絡上面 是能找到 大家如果有興趣呢 或許可以找一下看一下 那麼為什麼說 這個崔教授 是中美文化藝術交流實者呢 就是他在那個 威尼·潘森大學 他就創立了一個 藝術在中國的一個項目 就是美國的大學裡面 最早的一個 到中國有學的項目 他每天下天呢 崔教授把這個 學藝術的這個 美國學生 帶到中國去體驗 那是他們有個機會啊 能夠 學習中國藝術的技巧 並且呢 能夠從深層世界 來理解中國文化 所以他的貢獻 是非常值大的 那麼 喬棒呢 也有這個 我覺得還有的 美國電台 是吧 美國中文電子台的一個專訪 這些都可以 如果按鈴鐺呢 可以看到這個 不知道 你可以可以按鈴鐺 這個 背後是有個超連接 而最後呢 大家到那個 這個 網上 都可以收到了一個 長篇的一個 報導 就是崔教授的事件 所以我們今天的機會呢 是非常難得的 那我就不多講了 今天崔教授準備的材料 非常豐富 我們就熱熱的掌聲 歡迎崔教授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首先呢 非常感謝 侯永老師 他通過這個組織活動啊 我更敬意不得認識了 侯永老師 是怎麼盡心 怎麼努力地來組織這個 這個使者呢 應該是侯永老師 他是當之無愧的 也就是我這麼一個講座 他給我打了AINC電話 然後從這個內容 到這個廣告 一直到 包括今天怎麼停車 他一直這個 安排得非常細 這個 所以非常感謝 侯永老師給我 這麼一個機會 另外呢 我也非常感謝大家 在這個週末 利用大家休息的時間 來這個 聽我的講座 我今天給講座的題目呢 就是 就是藝術高峰 中華脊梁 青年潘天壽先生呢 談成120周年 潘老師呢 潘老師呢 他是這個 在中國呢 大家普遍呢 就是認為 他是一個 純粹的 這個繼承中國 藝術 這個文脈 或者藝脈的一個 四大畫家之一 因為近代有很多畫家 比如說像 我們剛才講的 劉海說老師 這個 徐悲鴻 林峰眠 他們呢 主要是在這個 中西集合方面呢 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那麼比較純粹的 就是我們說純粹 沒有紮交的 那麼呢 有四個 那就是 胡唱說 這個 黃飛鴻 潘天壽 還有齊白石 這些 這些呢 我覺得在這個 美國 這個把這種 中國的純粹的 這種 中國藝術文化 介紹出來 更顯得可貴 因為你要知道 這個 百分之百的 中國的文化的 這個 到底是怎麼回事 對吧 特別是這個 我 在我到美國來以後 我就包括這個 這個 上這個 中華的課 我也覺得 我請人的話 如果要請這個 介紹中國藝術的 那最好是 純粹 這樣呢 大家就能知道 這個百分之百的 這個 中國的藝術的 這種產生 所以今天我覺得 這個課題呢 這個 也非常有意思 所以我就通過介紹 這個 潘天壽大師的 這個 生平 來 一起呢 主要是介紹他的藝術 這篇中於介紹 他是怎麼在這個 中國這個 這個 土文化裡面 這個本土文化裡面 土生土長呢 又靠自己的 學習和努力 沒有三個正規的大學 然後呢 變成一個 世界有名的 中國歷史上有名的 一個畫家 第二呢 就是再介紹一下 就是說 他的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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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意義和 現實意義 這個主要是 注重在他的這個 教育方面 第三個呢 就是說我來 簡單的 我挑了幾個作品 不多 因為我想今天時間 也是有限 對我說多少時間 一個多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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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我呢 就是講一個多小時 然後呢 給大家在有一點時間 來提問 還有來公眾來討論 所以今天呢 就大概這個 兩個小時 就這樣安排 好吧 首先呢 我們這個 是我的講話的題目 第一個就是 潘田舟大師的 藝術成長道路 第二個就是 研究潘田舟的歷史 現實意義 第三個就是藝術 潘田舟的藝術成年 和藝術成就 最後呢 來提問 現在我們第一個 潘田舟呢 是出生在 1897年 所以他這個 所有的日期啊 一般呢 加個死 1932年 加死 就是他36歲 所以呢 這個比較好 好記的 那麼他去世呢 是1971年 所以加死的話 就是他去世的時候 75歲 這個呢 是他 就是他出生的時候 在上面的房間 就是他就出生在這個房間 呃 潘田舟呢 他這個 實際上 他出生的時候 還是一個比較 英式的一個家庭 就是他家裡 有兩年 還有三百母 然後呢 他的父親呢 是一個秀才 他的這個 母親呢 是一個舉人的這個女兒 所以呢 他也算是一個 書相門弟 就是從小呢 就是收到這種 在一個比較 小康水平吧 在農村裡 這個小康水平的一個家裡 那麼 受到一個 父母的這個愛戴 受到良好的教育 特別他母親呢 他是這個 大家歸秀了 這個舉人的女兒的時候 也不容易了 那麼他母親呢 又喜歡這個 刺繡 還搞一些剪瘡花 所以這些 當然刺繡 因為他母親自己 可能 這個這個 有一些 藝術的這個細胞 另外呢 就是他也 有好多傳統 因為中國這種 剪瘡花呀 刺繡 他都有這個花的樣子 所以這些東西呢 就是對這種 攀天壽 從小打下這個 藝術的這個細胞啊 對藝術的喜愛 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然後到了這個 七歲的時候呢 就是這個 因為這個 社會上發生了一個事兒 然後呢 他母親呢 一驚一下呢 就去世了 去世了以後呢 他這個 父親呢 因為就這麼一個孩子嘛 就是 把他送到這個 世宿去讀書 這個 中國的世宿大家也知道 那時候是這個 所有的人 這個 都是要培養的去做 種莊園 要做花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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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般皆下病 沒有讀書高 你只有通過讀書 才能這個 走上這個 最高的聖殿 這個 這個 莊園基地嘛 那才有機會 出人頭地 所以實際上這個 這個思索呢 這個 中國我覺得有時候 大家就是說 接受了新的東西呢 容易否定這個 舊的東西 實際上中國的這個思索 它是也是 就是中國這個 商千年以來 這個培養人才 教育的一個 很重要的地方 它的這個特點呢 思索的特點呢 一個就是它叫的是 這個 中國的文化經典 就是 《思索五經》啊 從開始《三思經》啊 《千思經》啊 《千思經》啊 這些都要使盡應慰的 所以你要把中國的文化 傳承下來 把中國的這種 經典繼承下來 還有一個呢 就是說 剛才講到的 你這個多數是幹什麼呢 是為了做官啊 是為了去統治社會啊 你從一個 呃 就是說 平民百姓 要一步上去 那你就要有這種 寬大的胸懷 就要培養你怎麼做人啊 對吧 這個 對不起 這個就是這個 呃 要這個 呃 你要這樣 窮著這個 這個 窮著得善其身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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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致 劍基天下樣 他就要有這種 做人的這種 做人的這種 人品的這種 兄弟 所以這個呢 在中國私書裡面 這一點呢 我們應該給你們 就是來肯定它 那麼 這個 潘天壽呢 他這個時候呢 就是在這個 做私書的時候 他當然讀書曾經很好 老師很喜歡他 但是他也愛打了 給老師打發仗 為什麼呢 因為他這個 在讀書的時候啊 他喜歡趁老師不在的時候 托洛人畫 托洛人呢 就是說這個 因為那個樹裡面有好多 比如說這個 一些古代的插圖啊 對吧 這個 比如說這個 三峽五一啊 水湖啊 這個這個這個 三國演藝啊 這個等等等等的 這些插圖 很精彩的中國的這個 木刻的插圖 他就去靈摩 靈摩了畫 畫了嘛 因為畫雨起靜 畫旺啊 有一次老師回來 突然發現 怎麼上課你還在畫畫 所以呢 老師就打在他手上 那麼 從這個時候呢 實際上呢 他就是 不單是接受了 中國的這種 文化經典的教育 接受了這種 中國傳統的這種 文化的教育 同時呢 他也這個 對藝術呢 開始 感興趣了 真的就是這個 這個 你看這個 這個師祖 這是在師祖裡 掛的一個牌子 率陣儲世 所以在這個 師祖他也是教育 孩子要怎麼主人 怎麼來這個儲世 那麼他到了這個 十四歲以來 就是他這個多了師祖 也多了七年 相當於我們一個 高校畢業啊 比高校還多一年 所以是初一畢業了 然後呢 這個時候呢 因為這個 中國呢 已經到了這個 1910年了 這個時候 中國這個 你看這個 皇帝快要推翻了 差一年 所以已經開始 這個功能已經開始 這個 興起了一種 新的這種 新式教育 就是這種 小學啊 這種 所謂的正宗的 現在的教育 現在的教育呢 實際上呢 他這個培養呢 如果說我們 師祖教育人士的目標 要是一種精英教育的話 就是培養人士 走最高的路 希望能成功了 就是做宰相 或者這是最高的 不能做皇帝 做皇帝 要殺頭的 所以做宰相 都到了這個位置 但是這個 新的 新式的教育呢 實際上是一種普及教育 就是說 他培養出來的學生呢 他是能夠 共犯起 說得難聽一點 就是說 他教的是 知識 科學 而他不僅僅是 教文學 他裡面呢 他就是自然歷史 弟弟啊這些 這些新式的課程 他就有了 所以呢 這個 先是中國的世俗教育 然後呢 他爸爸一會兒 就送到這個 叫這個 先禮的 先程的 這個正學小學呢 高校去學學 當他這個學學的時候呢 他有一個問題 他年齡不小 人家小孩才六歲 七歲進小學 他都已經上了 世俗了 等於再上一次這個小學 所以呢 他呢 我想他可能 一個 在這個 班上 他是核類肌群 不是最高的 年紀最大 第二 他可能也有一點薄人 就是說 人家這個小孩 跟他這些小屁孩在一起 跟他學 他那麼大的年紀 所以這些東西 對他來講 特別文學 對他來講 根本是不在話下 那麼語言書學嘛 他跟他後面學嘛 他年齡也比較大 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他就開始這個 博物正義了 所以他這個 到街上 廣告 廣告街上有這個 戒指圓畫圖 得看好 這個戒指圓畫圖 大家知道的 是中國的 學學中國話的一個教材 這個論文的教材 你想這個齊白色 他也是靠戒指圓畫圖 學出來的 所以齊白色也是一開始 令這個戒指圓畫圖 這個最後成為一個大師的 他呢 這裡面他教你 比如說這個很複雜的一個 一個書 他把你教成一個 變成一個圖色 然後你把這個圖色 臨摸了背下來以後 你就能畫書 對吧 所有的東西 他把你從中國的 傳統的這種理念 來把你順念成一個 傳統的中國畫家 那麼另外呢 他還買了好多這種 名人的字帖 他就臨摸致寫字 寫字 寫這個發帖 而且他這個 到了這時呢 他就立志 他這一輩子 要做一個藝術家 要做一個畫家 所以呢 這個 在小學的這個 五年啊 對他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這個時候 他開始正式地 好 我要上路了 我要開始 走藝術的路 當然他還有一個 就是這個時候呢 他經常逛那個 縣城的那個表畫鋪 表畫鋪裡面 有好多一些 這個中國畫呀 這種古代的也有 這個現在的也有 他去看 沒事他就 因為他這個覺得 在學校裡 他沒有這個共同語言嘛 都是些小孩 他就一個人 他城裡去逛嘛 還有他也有時間 因為這個學生 我想得到大家 不是那麼吃力 然後所以呢 他去看了以後 他背 就是把這個畫 看了以後 再回來 所以這個呢 都為他成為一個中國畫家 來打下了一個 堅實的一個 繪畫方面的一個技術 這個呢 就是他這個 到這個小學 學學的一個弟子 五年以後呢 他這個就回到家 回到家 他這個時候 家裡的已經開始 由於這個社會的原因 開始 家裡開始衰敗了 這個家裡 也沒那麼多錢了 媽媽也去世了 爸爸是個讀書人 你說這個 兩天一百五 三百五的話 他也不能住地 所以這個時候 再加上這種社會的變更呢 他這個時候 家裡條件 也沒那麼好 就是已經共和上 他繼續的讀書了 然後呢 他爸爸呢 就說這個 你要自己開始 這個 另外就要下地去 幹活了 放牛太 放過我的 幹活 那麼他呢 有一個機會呢 就是到了這個 浙江呢 叫浙江第一師大學校 一師 那時候 浙江最高學校了 實際上我想 當時的這個一師啊 比現在的大學啊 這個實際上還要強 因為他裡面都是 最強的陣容的這個師志 校長叫金亨宜 這個 他的這個 繪畫老師呢 大家可能都知道 是這個 李蘇通 紅一法師 所以這個 他一下子 這個這個 要經這個學校 當然對他來講 這個非常非常地重要 那麼 他呢去考試 考試呢 那個那個 他的痴論 寫了一篇文章 在全公布考生當中 一千兩百人 他考到第一名 總婚呢 他拿到第二名 所以呢 他當然就可以免費的 到這個學校去上學 那麼 他爸爸當然是讀書人 很支持他 他就有這麼一個機會 到了這個 浙江一師去讀書去了 他在這個 浙江一師呢 他這個 我覺得浙江一師裡面 除了他這個 各個方面的文學啊 科學啊 哲學啊 這個同時呢 他這個還有美學 就是美約課 這一般呢 這個那個時候 那麼早就有美約課 而你美約課的老師 是誰呢 就是李淑彤 當然他是美約課的 這個李淑彤呢 他雖然是一個 中國很有名的 也是這個 國序紀錄很捨能 因為那個時候的時代呢 是 大家都從洋 不叫從洋沒脈 就是說 覺得中國這個 封建社會幾千年 中國的落後 就是因為中國的文化造成的 所以大家都要來改造 所以李淑彤也是在日本留學 金康尼也是在日本留學 所以他整個學校的體制呢 還是希望能夠學西方的一種 教學體系 那麼第一堂課 這個 拍拼的時候去參加寫生課 結果是畫一片封珠葉子 結果 他又不知道怎麼畫 他沒學過樹苗啊 他學過劫子原話譜 劫子原話譜 劫子原話譜裡面 書一字很多就是 他就是 冷漠一勾 勾幾根筋 這就是葉子 對吧 你叫他畫樹苗的筆 慢慢插出來 陰影明暗 他不會啊 所以 他得了六十分 就勉強擠根 而且他是心理上有種的技術 他不願意去畫這種 慢慢冷漠的這些東西 他就喜歡搞這個 那麼 李淑彤雖然給了六十分 但是他扣後 他去找李老師 把自己這種平時畫的東西 寫的書法給李淑彤看 李淑彤的書法非常好 一看 哟 這個年輕人 書法寫得這麼好 所以呢 對他就另眼看待 給他好多機會 也不是因為他走這條路 但是呢 給他在做過藝術方面 給他開口 還把他介紹給校長 那麼 金恩怡呢 這個 也很喜歡他 金恩怡的書法 也寫得非常好 也喜歡印章 所以呢 就經常 他就經常變成了校長的 桌上坑 到校長家裡去 還談天 跟那個李老師嘛 當然就是 關係比較緊密 因為他跟老師嘛 那麼 這些呢 就是說 對他來講呢 是 除了我剛才說的 學習的這些東西 以後 最最重要的就是說 他修身養性 這個 立身做人 這一點 非常重要 就是李蘇童的這種為人 金恩怡的這個為人 在他一輩子當中 他這種 加上他梗子的脾氣 就形成了他的一個 非常強的個性 也可以說是 他成功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還有呢 也就是他後來在 藝術上這種坎坷的道路 也沒想 買下了這個副名 所以呢 我說這個時候呢 實際上他是 得到了這種 藝術修養大師的資本 在藝術上呢 也開始呢 就是 繼續的在往前推進了 這個對他呢 是 非常 就是基本的成熟 對他是 非常有幫助的 因為在這種 開始的 他是 光是在自己 走 立自做花樣 而且開始往 步入了藝術生命 他踩上了他 非常重要的一步 而且是非常好的一步 正路 走到正路嘛 那麼 到了這個 這是他們的那個 那個學校 那麼 到了這個 他畢立一步 實際上呢 他這個 不太順 他家裡呢 也沒有背景 也沒有一個高官 城裡也沒有人 所以他這個 雖然是很好的學校畢業 但是呢 他沒有分配到很好的工作 像我們現在說 分配後 沒找到很好的工作 他幹什麼呢 還回到他那個 剛才正義小 那個正大小學呢 去 正 正去高校呢 去做老師 做了一段時間 後來就到北鄉下的 一個叫那個 叫那個 長屋 這個 安吉 校風小學 他是這個教育文和素 這個這個 算數 在那兒 當然你想要 他這個 遇到高人 突然又回去 因為在農村裡教授 他是非常孔悶的 有一陣外塞文魚的感覺 這個時候呢 這個 他自己呢 是認為這個 是他這個 比較低谷的事 實際上呢 就是從我們 從歷史的角度來講 實際上這段時間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說 他通過了 這個在 示範裡面的實踐 這個徐徐 那麼你在那邊 這個這個 他畢竟要經過這個 要花好多時間嘛 他這個有一段時間 因為在這個 學校裡還有一段時間 他想出嫁 你說從 出嫁了 他想跟著 這個洪一法師去出嫁 洪一法師說 不行 你不能跟我出嫁 你還是回去吧 拒絕了他 另外呢 就是 他還參加這個 1919 就是19年的這個 五次運動 這個也比這個 吃到 刮傷了臉 他是抗愛禁啊 最後他的一個 很好的好友 因為參加主的這個活動 給逮捕 這個犧牲了 殺掉了 所以他被這個爭子 從此他就開始 這些就是 也不能說 不感興趣嘛 就是說 他開始已經看過封城了 然後 這個時候呢 就是你想要他 回到這個 畢業 回到這個 做一個小學教授 他應該可以想要他的心情 但是我覺得呢 他這個時候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說 他有了足夠的時間 存在那個想法呀 去練習和畫畫 所以呢 把自己的一些 看到的 想到的 在理論上的 和老師知道的 有一個實現的機會 這個時間大概花了 有三年十年 將近三年十年 這個對他來講呢 就是說 有一個機會 再要走向社會 是非常重要的 否則的話 你沒有作品的紀錄 你沒有了這種 藝術的成熟 貓貓似似似的一個 毛孩子走向社會 不行啊 所以到了這個 1923年 實際上他27歲的時候 他這個呢 就到了上海 這個時候啊 你注意啊 這個時候 潘天書是打的領帶 很陽氣的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 第二個 第二個 對 它很陽氣的 這個還是蠻蠻崇洋的 這個 這個這個想法 蠻新潮的吧 因為他到上海嘛 到上海的主要目的呢 就是因為 有個叫 朱文韻 一個是在上海美術 專科學校 這個教書的一個老師 他是他的一個朋友的 一個什麼 什麼親戚 所以他呢 跟這個 吳昌說認識 在吳昌說家裡做家教 所以 他是崩塌而來的 崩塌而來嘛 當然你這個 人家也不是那麼大的 一個關係了 所以他自己也要吃飯嘛 所以他就 他就 春天呢 他就到了上海 先找的叫做 上海民國女子公校 公校呢 這個是女子公校裡面的 一批 也不知道是學生老師 這個這個這個 就在這個時候呢 他就先混合飯吃 對吧 所以他這個西裝也穿得滿皮的 一看一副這個學生期 嗯 那麼同時當然 我估計這個可能就是有點像 現在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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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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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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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 他不是一個 集中的話 吃饭是不够的,所以他还得要兼上海美专的外聘的陈铁员,人家操东西的 上海美专刘海述大师创建的第一属中国美食训练,1912年创建的 我也是上海美专的校友 他在这个里面就是有一年,第二年有一个机会 什么机会呢?就是上海美专的一个老师,刮的老师没来,请他带课 他去带课,他就给学生做示范表演,就划这么划 因为理想要已经许了这么多年,而且在家里还苦练了三年 以前他都对他来讲舍着情来的事情嘛,所以大兵会把学生都吸引过来,学生也很感兴趣 这个就惊动了刘海述 刘海述当初是校长,谢海远老师是教务长,这两个都是我的老师 一看以后觉得这个人画得还不错,实际上刘老师以前已经听说过派连课,而且认识 他们实际上有过技术的,我看查了历史资料,他们之间是有过见过面的 但是可能不太少,一看他这个情况,就同意拼他到上海美专做政治教授 他叫中国化的技术科和中国化的化论,就是叫历史,就是中国化的史伦科 他叫史伦科 他到上海,上海做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就是认识了刘海说能够到上海美专拼为教授 你想想他从一个浙江一师毕业以后,能到上海美专做教授 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大的飞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果 而且上海美专里面有很多很好的老师,像傅雷,傅雷也是教学师 教音乐教学师 然后呢,像刘海说啊,等等一大批这种所谓的有名的一些教授 那么他这个时候呢,他就认识了很多文人,而且经常去上海看展览 上海这个瘦长很多嘛,而且还在上海开发展,观望古今这个字画 那么到了上海的第二年,他呢就是,第一年没好意思去找刘的 找无常说,第二年去了,他在古咒勇气,带来一批画 然后这个电视上有这个,他敲门还敲了半天,没敢敲 想敲,想敲也不敢敲,等了半天,结果终于古咒勇气,这个天快黑了,就敲门敲进去了 那么这个,这个吴昌峰这个时候已经是这个,在上海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也确实是这个中国的最高的这个大师了,这个对他非常热情 看他的他的东西呢,对他的这个用力,对他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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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肯定 所以这个比例不得了,这个对他讲了好多鼓励话 他走来的第二天呢,他还专门给他这个,送了一副对联送给他 叫做天津地怪建乐会,借堂相遇总如思 不是这个,我这个画面我说的这个比较少,我主要是讲 那么,这个就是对他的一个鼓励吧 那么对他的鼓励呢,那么他通过这个跟无老,就是无常说的徐徐 所以,李昌阳一下子碰到这么高的最高的这个中国画鸟大师 他也是搞画鸟和三十年,所以对他来讲这个艺术的这个,再加上他的基础 他这个艺术上,特别在徐徐传统方面,他是透飞梦境 很快呢,他画的呢,就很像他的老师,进步很快 但是呢,这个,这个无常说呢,也是个大师,他这个,看了以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呢,他就开始有点忧虑 就是说呢,就觉得你,一个是觉得太像 第二个呢,就是说,他这种野性,他没上过大学嘛 他这种很充滑的这种野性啊,这种东西,他就有点担忧 所以他又写了另外一首诗,提在他的作品上面 叫做,只恐,境界从中,形态守 就是在这个昆南的道路上,你走的可能太快了,这个境界的直路啊 一地续房,剁申谷 就是要防止你地下来,掉到申谷里面去 就是走的是这种野路子嘛,那你要,就是你要,还是要扎扎扎扎扎扎的打好基础 对吧,这个按照这个中国文人的道路来走 那么他,其中他最后一句就是,寿路寿路 他叫阿搜嘛,就是这个,盘天授啊,盘天授啊 这个,仇而独,就是我担心你啊,你可能这个多来多晚啊 这个可能要出事儿 实际上就是说,他这个方向不及的这种,这种过性啊 要叫他在传统里面要再收一收 不要过于地去冲,过于地出名 这个时候呢,实际上这个盘天授呢,他自己也很苦 他就是觉得,这个滑来滑去,很容易学,很容易像这个,无常说 怎么走自己的路,怎么跳出来 所以呢,这段时间,他在上海呢,虽然碰到了名师,虽然也有了一个工作 但是呢,他很苦努的就是,怎么能够形成个人的自己的风格 就是这个艺术家虽然走进来了,怎么能形成自己的风格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盘天授呢,他就正好呢,就是因为他教学嘛 就是这本书,就是中国绘画史 他就开始配合他的这个工作,他就研究中国绘画史 研究中国绘画理论,他这个大概花了两年多时间 一直到,从他27岁,一直到30岁才出版,这本书是30岁出版的 那么,出版呢,他就是说,他通过这个研究中国的理论,中国的历史,美术史 他通过这个整个,从这个唐宗元明,天柯和画家这种发展的道路 他理了一条思路,他觉得不行,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画家 他必须要自己走自己的路 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从学到这个武昌书,再想法,再跳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坚定的,就是说,我仅仅是学这个武昌书 而是走自己的路 所以这个后来呢,武昌书又给他这个评论了 就是他离开这个上面的时候,这个武昌书就给他评论了 他就说,阿寿学我最像,跳开去呢,又离我最远 大气也 所以呢,就是这个时候呢,这个武昌书就对他非常的欣赏 所以这个呢,就是,他在上海实际上,大概06年 一直待到32岁 就是从他,这个27岁,这个23年,一直待到这个32岁 这个,这个,在上海呢,首先,就是说,他是从一个学生,变成一个教授 然后呢,又变成一个,独居一个的,在上海,有知名度的一个画家 所以他们讲,三十而立啊,他到了30岁的时候,他从14岁立志 到了30岁的时候,差不多有17年时间,他修成正果 就是变成一个,好的艺术家 呃,因为变成好的艺术家,他就有名了嘛 有名了嘛,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林峰年,看见他 呃,在这个,呃,1928年,就是他32岁的时候 那么,林峰年呢,就给他发出了邀请 请他到,国内杭州义专,做中国华的主任教授 这个是国内的,这个是蔡元梅做教育部长的时候 蔡元梅不华,庆次成立的一个学校 在北京成立一个,在杭州成立一个 原来九美是成立,在上海成立的 刘凯硕不肯,不答应 他说,我这个私立学校干嘛要变成公立学校啊 对吧,实际上刘凯硕这个学校比这个早 但是,呃,这个是工压化的钱 他每个月的这个工资啊,三百大洋 三百大洋是什么概念呢? 就当时如果你能拉到五六个大洋 你就能生活得不错了 三百个大洋,你想一样这个 水不去啊,当然跳少了 从上海,跳到杭州 跳到杭州呢,第一年当然很高兴 这个西湖自探啊,这个景色也很美 这个钱也很多,对吧 生活也是做到大教授 但是呢,很快一年以后呢,就不行了 不行的原因呢,就是他跟林峰绵的这个 艺术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冲突 林峰绵呢,他是从法国留学过来的 所以呢,他的整个教学体系 全都是法国的西方人一套 完全是西方人 他是叫中国化的 所以他在这个学校里已经没地位 他就一个人 但是最后呢,到了这个第二年以后啊 他也没什么学生 那么这个学校学生就这样吧 就把这个中国化跟理由化并在一起 统成交绘画系 统成交绘画系呢 统成交绘画系呢 这个里面也比较惨的 其中有一个学生啊 后来他回忆了 叫严寒 严寒是中国的这个著名的版画家 他是后来做全国民心 全国百姓副主席 两个人 他说,有时候上课啊 就我一个人 但是潘老师呢 非常认真 每次上课很认真地来这个 来备课 那么他说 我都觉得啊 如果我不来的话 学生去课吧 如果我不来的话 怎么对得起我们的潘老师啊 他这个 明天多设施啊 这么大的一个大家 去教一个人 其他人不来 就是这个有眼无珠了 你想这些其他学生会后悔死了 对吧 在座的时候 我们能找过这么有名的一个画家 他竟然不来 那么 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他呀 他服装变了 刚才是穿着西装 打到那里 这个时候他去土袍 而且呢 跟他的学生是哥哥不落的 你看到学生都很洋气 他很土 他土实现是有益的 他因为他觉得我应该 正硬中华呀 我应该把中国的这种传统 中国都会教人家呀 所以他坚持这种传统 坚持中国的这种教训 他就很气静啊 包括在这个学校里 相当也 也发表文章 应该保持中国的传统 应该坚持中国的艺术 但是这个时候的学生 工作是不挺大的 有个学生拿去讲 这个画的东西行也画不准 对吧 食材因为食材 又是搞得中国的传统的一套 现在要时髦了 现在还是这样的 好多学生 所以呢 他一个人 可能站在这个地方 他就是表示这种 传统的这种坚持 其他的人 这些学生跟着他的时候 就是非常现代 有一个小的故事 赵无极大家知道 赵无极是法国很有名的一个画家 对吧 在法国很有名的 于是幻化考试 赵无极也是个挑逼蛋 他拿了个毛笔 嘟嘟嘟嘟嘟 画了个大圆圈 一帅扬扬伤而去 他考完了 这个旁边是对他 等于是呜呜呜 我教了你半天 你画膳水就画个团子 赵无极 赵无极 一定要开始这个学生 这很得了的 所以 这个很有名的 赵无极后 现在也是这个 世界上艺术态头 也是这个 西方很重要的一个 法人画家 后来呢 林峰眠很喜欢赵无极 因为林峰眠是西派嘛 日本就是来找盘店主 做工作 结果盘店主也正好不了了之 但是还是让他进去上学了 这个 这个 最近 这个 我看到一个报道 也有人找过赵无极 赵无极呢 他也有点不好意思 他觉得当时也为自己的过活的青年人 这个也感到一种遗憾和抱歉 那么 从 这些呢 就是说能看得出来啊 这个 潘连生呢 在这个杭州啊 实际上是 他是从 1928年 来到1937年 待了15年 那么 在 在这个时候 他呢 主要还是教授无极 但不管怎么说 有三百大养啊 对吧 他有 有一个教学的 教授的位置 虽然他不是专注教授 但是他一直在跟林峰眠在斗争 所以在徐书上 林峰眠的时候 讲究这个 中西集合 要以杨为中武 他呢 是讲究就是 中西要拉开距离 就是 东西这个等会儿 再具体在讲 后面呢 他的这个情况在讲 然后 到了 1937年 直到 这个 918 这个 813 日本在上海 打了仗 对吧 这个时候呢 当然 他在浙江 这个泡沫也影响到浙江 所以这个浙江呢 这个国立大学 国立这个义章呢 就开始往内地 转移 他呢 就随着这些学生 学生学院 到了这个 湖南 湖南的这个 园林 在园林呢 他这个 当然呢 他这个 我查了一下 他这个期间 他办公化的 在这个期间 他还办公化的 然后一直到 这个 19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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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呢 这个 他呢 就 你看到这种 他就 从这个园林呢 就是 这个教育部任命他 到这个 澄清去做校长 做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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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学校实际上是中国 现在是把北京的 和杭州的两个学校 合并在一起 这个学校 这个呢 就是 他在这个时候呢 你看 这个 这个 他呢 就是 这个 就等于 中国最高权威了 在教育界里面 对吧 后来他儿子这个 潘公凯在 这个中央美院做 他这个是 两个学校 自家美院和中央美院 都做 还有呢 就是 谢海燕 中间就是谢海燕 谢老 这个谢老是我的 老师 因为我跟他还有一个 比较 圣诞员 就是我当时 大学录取的时候 这个 他帮过我的忙 就是这个 那时候录取的时候 要 因为在南京意识区 那么 他是 很少 我们县里 这有一个名的 我们整个南东地区呢 这有四个名的 我们现在呢 因为是 艺术人 做得比较好的 所以给我们赚了一个名的 结果呢 等一下一个名呢 这个什么 县里的招办的主人啊 这个什么 县党的 什么亲戚啊 都要 我呢也是没有后台 结果他 他夫人去招生了 他夫人说 要么我就要称职员 要么我一个不要 结果呢 就是 这个把我找到南京 艺术学院去了 所以我跟谢老 一直很有感情 谢老的时候 是做副校长 所以他这个 真的我录取呢 就是从此以后 我们就变成很好的一个 私生的关系了 我跟他太太关系都非常好 这个时候呢 他就 做了这个校长 做了校长呢 他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 他这段时间 花花花的比较少 因为这个花花呢 因为这个时候啊 主要是划这个广告 这个要抗日嘛 那么 那么好多这种宣传的海报 他这不是他的专场 所以他这个教训 教训嘛 那么当然办一些自己的花展 他呢 他呢 这个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 他就觉得啊 这个刊登以后 他就觉得一个呢 就是个人要创新 这个这个艺术要创新 因为他觉得 他老是觉得这个 跟不上形式嘛 他一开始创新 第二个呢 就是要考虑到 就是说 日本人打过来了 我们能给中国 这个民众做什么事情 他就想到要做什么呢 就是说 我要培养一批 继承中国文外的一批种子 所以我把这些学生呢 把他的这个 中国的传统教训给他们 这个 对以后呢 我哪怕我这个国家 就是王国呢 我还有一批 就是能宣传中国文化 他宣传中国艺术的种子 这个境界非常好 他很了不起 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又重新的 在他学校里 就是开始 重新建立 中国华专业的西科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40年到 这个46年期间呢 他把这个中国华西科 建立起了他 而且是传统的 中国的文化的一些 文化和艺术的教育 这个他是一个大的贡献 当然这个贡献归贡献了 到了这个46年以后呢 因为这个 看看胜利以后 他把这个整个学校呢 又带到杭州 那么 北京的呢 到了北京 他又到了杭州 到了杭州呢 这个 由于这个人事关系 后来我查了资料 所谓的人事关系 还是好多人 因为杭州它比较洋气嘛 他觉得你这个土包 对吧 这懂这个中国话 不懂西洋话嘛 就是再加上这种人事斗争呢 他也觉得无聊了 他就把这个校长呢 死掉了 就是 我不做了 对吧 然后呢 他就专心自私地画画 这段时间 实际上1946年到18年 这个 这个几年呢 实际上是他这个 非常重要的 就是他这个作为艺术家 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他画了大量的画 很多很多作品 都在这段时间画 因为他 他不是主要做领导的那种浪漫 又没有战乱了 跑到杭州很安心 对吧 他搞创作 而且还也教课了 他虽然不能给他教课 所以这个时候呢 对他来讲就是说 有了大量的机会和时间 有了沉定 因为这个中国话 你们知道呢 功夫在画外嘛 虽然 战乱几年 他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画画 但是 他 这个 行惯旅路 对吧 真的是行惯旅路 从自家 黄州 跑到这个湖南 再跑到重庆 就把这个 中国的这种 山水 这叫 大山大水 他看到了 另外他也经历了这么多 这种变乱 又做了领导 所以他在越来各方面 他到了一个境界 然后这个时候突然说 说46年 46 47 18 时间加上了49 那么就将近四年时间 来给他搞创作 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的 就是到了一个最佳的一个阶段 这个时候呢 50年是他54岁嘛 那么也就是说 是他50岁前后这一阶段 也是这个境内最旺盛 最成熟的一个阶段 他创作了大量的作品 就是为了一个艺术家成熟 这个时候非常著名的一个阶段 但是呢 好景没有继续下去 解放了 按照道理来讲 他日子应该过好了 但是呢 这个49年呢 这个浙江呢 就开始叫做浙江美园 改成叫浙江美图学院 那么刘开群做校长 江峰 他是原来是这个鲁顺艺术学院 从延安过来 他是鲁顺艺术学院的党支部书记 调到这边来呢 浙江做党委书记 兼副校长 所以呢 这样一来呢 当时呢 刘开学呢 他是个雕塑家 很有名的一个雕塑家 但是主要讲话还是要 本来是这个党委书记 到现在还是这个党委书记 说了算了 所以这个 这个也是这个谢老 谢海燕 你看这个 跟这个潘天授 谢海燕和这个潘天授 他们是老朋友 就是我 包括我们 我青春当中受的教育 好多这种教学体系 这个跟谢老 跟潘老是分不开的 因为他们两个人 谢海燕一开始做上海美团 就刘海说那个学校的教育长 后来跑到这个重庆去 跟潘天授做教育长 后来又回到这个南京艺术学院 都南京艺术学院的教育 但是他一直没有在上 他一辈子的最高的证度 就是这个副校肠 就谢老 这个时候呢 就是 这个江峰呢 就提出来了 就是中国话也没用啊 中国话不能为人民服务啊 对吧 不能表现这个领袖 不能画大画 不能为工农兵表现工农兵 不能表现生活 所以呢 中国话呢 应该跟连连轩在一起 你们不知道连连轩 连就是连化 连是连广化 宣是宣展化 就是连连轩 它把这个 把这个中国话系呢 变在 变在 这个 这个连广化和 连广化一个系里去了 所以 中国话原来是在 整个中国是一个最大的一个 这个统治地位的画种 变成了 油画 连连 中国画 对吧 雕塑 等等 变成其中一个小的一个学科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还不见 不但如此了 这个判定的时候 连他教训的资格也不够了 因为这个 这种画种 你要去搞宣传画呀 你要去搞联邦画呀 他也去 笔子搞了几张画 他还不错 现在看来不错 当时大学学生就讲 这个招心也不错 实在也不好 这个东西大家都不要看 所以呢 他就跟 几个 包括跟 那个 呃 还有王博敏 几个都市大师 都 撇到一边上 然后给他一个什么职位呢 就叫他 民族艺术研究所主任 不好教课的 他不能教课 就不是教授了 所以 这个时候他蛮郁闷的 作为这个 一个大画家 作为一个教授 而且那么有 有包袱的一个人 不但是他这个 中国画系没有了 他连中国画的教授都丢了 这个这个查到当 你会看到这个 他的名字被画掉 就是等于 没有资格来教训了 那么这个时候 他实验也做了好多事 就是他跟几个老先生一起 做了大量的收藏 所以这个曾伟啊 他这个古画收藏在全国 应该是数一数二的 就是他这个时候 他去民族艺术研究所嘛 他就去研究 去把大量的古字画收过来 所以这家美园 现在学生很辛苦 他学习中国画 可以自己领目捞古画 然后当然他也写些文章 自己也画画画 但时间倒还是蛮多的 但是毕竟心情不愉快嘛 所以这个行情不愉快的时候 你说叫他画画 他这个也就是没有太过的 这种产量的东西出来 这个查了一下资料 在1950年让他带一点课 一个学期的工作量 只有28个课室 就是很少 后来比较 后来他这个重新出来的时候 他这个一个学期的这个课室 就有138个课室 就是这个你可以想要 这个学校对他的这个重视程度吧 那么在1955年 就是这个年代 那么学生呢 这个到燕南山去写生 写生呢 他反正也没出去跟在后面嘛 他也没思想准备 就跟在后面跑 跟在后面跑 这个学生呢 这个你也晓得的 这个哪个这个滑架 这种构图挖什么东西 哪个鼻子滑了 他那就没事就转转了 转天转后 转天转后的 说他没有准备呢 他连个铅笔头都没带 然后但是呢 他真的让他有了灵感了 他就问一个学生 能不能借个铅笔头给我 那学生就倒出来 给他一个铅笔头 他就勾几个小的构图 勾几个想法 回来以后 创造了一批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在他艺术上来讲 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已经成熟了 艺术思想也成熟了 但是对他来讲 到了生活当中 到了叶南山 他受到这种大自然的启发 大自然的灵感 激化了他的这个 画画的激情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的画很大 创新 这个也是画了叶南山 所以他的最好的一批作品 这个时候开始产生了 这也就是人呢 有的时候这个霍西霍首帝 霍西霍首帝 这个时候呢 他就开始1955年 所以这个1955年呢 是他的一个 好命转运的影片 这个这个 他呢这个时候呢 就是开始了大量的创作 而且呢 他也开始讲话 他就觉得反对这个民族虚无主义 应该呢 这个 提倡 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艺术 这个 应该开中国话的课 他这个声音 发了以后 慢慢的给上面听到 包括这个文化部啊 包括中央啊 这个国务院啊 听到他的声音 听到他的声音呢 这个中央制成文化部 叫浙江查 查 说现在哪些 老的 有名的中国话家 没有重用呢 一查 当然也就查到他 还有几个人 正好呢 这个 毛主席 毛泽东呢 到杭州去视察 那么这个 查的是这个 领导呢 就跟这个 毛泽东汇报 这一批人 什么什么 当时这个 毛泽东 很火 因为江峰 他们做的这个事 不做 江峰是什么人 查查他是不是 共产党员 你想想 毛泽东 讲这句话 江峰还有好日子过了 这个 大一派的时候 江峰打成大一派 那么 这个 潘天宋呢 他这个 人家倒霉的时候呢 他上了卓院了 所以呢 他这个思想 符合中国的 百话齐放 百家争民 又是觉得 这个 中国的民族呢 不能这个 搞民族虚无主义 他一下子上来了 1957年 先生任命他做 浙江美学院副院长 1959年 任命他做 浙江美学院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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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这个时候呢 他是出任做这个 对 对 对 可能是这个里面被电了 对 我来 对 不好意思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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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坐在這邊 對不起,講了多長時間 我們看手邊 已經講了一個小時了吧 好 我幫你把這一塊研究所 所以這段時間是他人生當中的高潮 從1955年一直到1965年 11年時間是他最高潮 創作上,他這個施造化到燕南上去寫生 為他眾目化的藝術大師 這是重重地寫下了一筆 在工作上,他不單做了教授 而且做了院長 這院長是可了得了 浙江美食圈院長 那個時候他61歲 正好也是人生最高峰的時候 所以藝術生涯和思議上 都達到了頂峰 當然他在做這個院長期間 你也知道剛才講的 第一,他就把中國化專業 中國化系把它恢復了 他恢復了中國化系,他還不夠 他說中國化還應該分科 應該分人物,分山水,分花鳥 對吧,這個呢就是說 包括我在學校裡學的時候 可以了是吧 因為我們也是在南京藝術學院的時候 我們一個教習能的教 一個教研史 中國化教研史 我們就25個中國化的老師 有教人物的,有教山水的 有教花鳥的,有教書法的,有教印章的 分得很細 學生可了不得 十幾個老師圍繞著 就這麼四五個學生在轉 現在美國是教不起的 他除了分了以後 他還開創了書法和轉科轉移 而且呢,除了書法和轉科轉移 他還素描改成百秒 中國化的素描不能按照西化的方法去做 因為他以前畫素描不及格 就差一點點 他就不能這樣走 中國化應該是搞百秒 搞雙鉤 他說書寫可以 書寫呢,畫一畫 一個省時間 第二個呢 也是訓練人對於寫生的能力 另外呢 關鍵要用線來表達 所以對中國化有利 所以這些呢 在他畫畫的步驟當中 他自己呢 就是在創作中 他還創了一個紙模畫 用手指 不用毛底 叫紙模畫 你看他用手指在畫畫 大畫也用手指 手掌來畫 他創作了自己的一個風格 然後一直到這個1966年 他所有的好運啊 到這兒竟然為止 1966年開始折惡運了 這張畫畫為什麼選出來呢 這是他最後的一副大作 畫的韻美 畫的韻美呢 這個實際上呢 就等於畫了自己 這個時候他開始暈了 就是已經開始倒霉了 已經聞到這個不好的味道了 聽到這個不好的腳步了 所以呢 他就實際上是畫的自己 這是一個老媚 對吧 在月亮的月光底下 就是很孤獨的 很蒼涼的那種感覺 呃 潘先生實際上 後來晚年呢 是很不順的 他這個 66年呢 這個 這張畫畫完以後 沒多久呢 他就 掛到牛棚裡去了 牛鬼搜索嘛 牛鬼搜索裡面 第一副法官佑 他屬於哪一類呢 他是屬於瓜分子 他這個 哦不是 屬於反 反革命 而且這個給他的這個 罪名呢 是國民黨的特務 反革命 所以呢 他覺得很委屈啊 嗯 那麼 在這個幾年呢 這個 一直到他去世之前呢 最大對他打擊 已經是聲音受到很大吹嘆 有兩次對他打擊非常大 意思呢 就是 在這個 1969年 這個 趙華麥把他從這個杭州啊 拖到這個他的老家去 鬥爭 這個 這個後來這個潘公愷啊 他兒子在出國一出 他說這個 四可殺不可儒啊 人家是這個 回到老家呢 是 人家說是榮歸故里吧 對吧 他這個回去是作為一個反革命回去的 會在那兒帶個高帽子 還鬥爭 而且這些 他的這個老家的這些造反拍啊 也沒有虧待他 就是說 比這些紅衛兵小江還狠 所以他這一次非常氣 非常氣呢 他這個 在回來的路上 因為他覺得是受到了極大的侮辱嘛 回來路上他寫了三首 不叫絕命詩 但是呢 意思當中最多的三首詩 一首呢 就是叫做這個 我就念一首吧 就是說 千善覆萬善 三善逢亂好 一筆四十年 想任人已老 就是很悲長的 悲良的 還有一首呢 我在再聽一首 叫 木齒龍仔 龍子仔 不要認為這個 我這個龍子啊 管在這個龍子裡 是很窄小的 心如天地快 我心很快 師匯在羅哲 大家呢 就是說 在羅哲 我的罪子 都是這個編造的一些罪嘛 自古有成冤 他這個自古以來啊 都有被冤枉的 他這種心情是很 你可以想像當中 從家鄉鬥回來以後 鬥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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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以後 回多久 他就一躲不起 不能起床 就一直躲在床上 然後 再一個更大的打擊呢 因為人已經受到 這麼大的摧殘嘛 再一個更大的打擊呢 就是 這個 1970年 這個五月呢 這個時候呢 這個文革呢 給他一個定論 就是說 正式的給他判行了 政治上的判行了 判他是什麼呢 定案為反動學術權威 第五矛盾 所以他就完全沒指望了 因為等於是這個 這個正式的判行案呢 他就是說 原來還有一點點希望 那麼 一下子他就是 徹底的崩潰了 所以在同年的 在九月五號 結果在早晨 一個人 在這個 文章上面寫 文章上寫的時候 在冷靜黑暗中 藏詞人士 所以這個 非常可惜 他如果再多活十年 二十年 他藝術在這個 六五年 突然停止了 這個是一個 中國的藝術史上的 一個巨大的選手 也是人類藝術史上的 一個巨大的選手 這是他的原稿 就是在這個 在這個 用的一個 香煙和紙上的那個 寸子啊 他寫了三十四 這個呢 就是 我覺得簡單的呢 就是談一下這個 第一個問題 就是 潘天壽的這個 藝術上 成長人 和成長人 整個人生的 一個介紹 潘天壽呢 他是作為一個 中國的歷史名人呢 我覺得 他的這個 歷史上的貢獻 和今天現實當中的意義呢 第一個呢 我覺得他是 現代中國化的電競人 就是 由於他 整個中國化的 整個中國的 這個國化的教學 國化的發展 就不一樣了 就是 有的人呢 在這個美術史上 拿了一個沒關係 他這個人拿不掉 為什麼呢 他 沒有他這段歷史 整個中國化的教學 就不一樣了 要改變了 所以這個呢 這個呢 我覺得是 他的這個 非常重大的 一個 一個貢獻 這個剛才已經 談到了 這個 這個 他 兩次做校長 一般的畫家 做校長的 機會 沒那麼多 而且做兩次 從這個 這個 北京 杭州 一起做的 在杭州 重新做的 後來呢 又是在杭州 對吧 那叫庫立 庫立藝術大學嘛 這個 浙江美術學院 那麼 這兩次呢 他就是說 把這個 整個教學的體制 中國化科的設立 完全把它 這個 建立起來 所以我們 我在大學裡 這個 包括分科 我是在 在大學裡 是叫中國化 融化 融化 融化裡面 再分公平協議 不是化公平化 所以呢 就是說 他每個科分得很細 這樣你就有機會 能夠比較深入的研究 剛才講了就是說 這是一種精英教育 當然這個 現在的教學 也在討論 就是 到底中國化的教學怎麼辦 中國化現在呢 中國現在呢 有一點分不清楚的 就是說 普及教育 和精英教育 它現在混在一起 實際上 美國它是分得很清楚的 像哈佛 伊奧啊 好多這些大學 它是一種精英教學 培養出來 是高階段的人才 去的必須是高階段 還有呢 比如說像 州立大學 它的目標是 培養的是 就是 能用的 培養出來 能工作的 能找工作的 那個呢 是普及人才 這兩個方面 非常重要 中國現在當然 它已經出現了這兩塊石頭 但是它在教學體系上 還沒有很明確地把它分出來 那麼 那麼 就是這個 你比較一下呢 這個 它的藝術主張 對吧 它這個 剛才講到的 這個 徐悲鴻 劉海塑 這個 林空蓮 那麼 他們的這三個畫面 主要呢 它是強調了 中西的幾個 對吧 這個 東西的融合 那麼 那麼 特別是這個 這個 像 徐悲鴻 他教學的體系 就是百派的教育體系 和南派的 談戀的時候 就完全一樣 呃 徐悲鴻呢 他就是要主張 現實的 要主張這個 就是 中央面 到現在他們的素描 就畫得很棒 但是呢 這位呢 包括南派的藝術權呢 他在中國傳統方面呢 就更 更注重 它是兩個不同的體系 嗯 因為這個 徐悲鴻大師呢 他是 去世後 五幾年呢 他就 走大 那麼 劉老呢 之前解放以後呢 他一直沒有掌到權 他就沒有機會嘛 就是他這個 也是五幾年打成右派 然後呢 文革呢 又是打成反革命 然後呢 文革後期出來的時候 他就說已經到了1979年 這個這個 所以呢 他 在 對中國的這個 教育方面呢 他就說不像這個 這個盤天聖在 最關鍵的那個幾年 他也是做大校長 而且 說的話 劉老呢 出來的時候 他也沒有那麼大的權 他雖然是掛名 在我們南津衣術學院做校長 但是呢 那時候 黨委書記還是 絕對的是 這個 要 行政體系的 他不能像 盤天聖那個時候 他是從中央壓下來的 這個 所以他講話是 能算數的 而且能夠 能夠 起一個關鍵作用的 那麼 林鳳梅曼當然 他很早就退出了 這個教學大學 林鳳梅曼是藝術大師 所以 這三個人在中國化的教學上 在中國化的教學上 我要把它分開 就是 藝術教學和 純中國化的教學上 都一樣 這三個人和 潘天聖比的話 潘天聖在中國化這一塊教學上 是絕對的 起一個非常巨大的一個作用 這是他的一個 就是屬於 有人講到 現代中國化教育的奠基人 這個當然是無愧的 而他就提出來就是說 中期繪畫要拉開距離 要有個人風格 要有重創性 而時代的市場 可以是事業性的 也可以呢 你單獨地來表現 這個時代的精神 而形設風格還是要 越多樣越好 他也反對這種 單獨的搞 因為那時候 把他搞成這個繪畫戲 影響非常深刻 所以他在這個 藝術的 體質戰的室內 剛才我們提到的 分科 把這個書法鑽課 誓詞作為正式的課程 單獨地把這個素描教學 提出來 中國化有自己的 技術訓練方法 這些還有呢 就是重視理論 和史人的教學 這些呢 他對今天的這個 中國化這個教學 各個大學的教學 都是一個 起的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這個呢 就是 另外呢 就是 他呢 因為這一段事情 就是為中國化的教學 可以按一大批的人才 像我這個 搞龔銳的一個老師 沈濤老師 他就是潘老師的學生 他這個 一提到潘老師 是這個 論流滿綿滿 就是對著潘老師很尊重 因為潘天順他在這個 教育上還有一個 非常重要的人 就是 把人格的這個 典範 示範 這個 吳光宗 專門也談到 就是 雖然他當時呢 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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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就是 學習化的學生 對這個 潘老師呢 也是非常尊重 就是 學生之間有了爭吵 有的東西 學校解決不了了 請 潘先生來 做調解 他一調解 大家請他 就是他個人的魅力 個人 由於他這個人做得很正 而人力 人格 非常大的 這個 大獎 這裡面還在一個插曲 就是 他這個人格 剛才我講的 是受到這個 醫師教訓的 這個 像一鴻法師的 影響很深 這個 一鴻法師 他就是說 有一次呢 那時候 我們再回一間 這個 潘天收 他有一間 毛線衣 放在這個 宿舍裡 給一個學生 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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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一間毛線衣 不得了 所以呢 就包括了這個 紅衣 這個 李老師 李老師 李老師們 就是說 哪個拿出來的 學生呢 自己抱 反正就是這幾個人吧 他跑不掉 就是哪個拿的嘛 那時候 學生不敢 抱出來 有李蘇龍 說 你不拿出來 我從今天開始舉實 你一天不拿出來 我一天不吃飯 他拿這個命來跟你玩了 那學生當然 一個是良心發心 第二個 你真正完命完了 老師死了 那插出來 那也可不得了 最後 學生 教出來 所以這個事情呢 對這個潘天壽的出動很大 他說 一個老師 為了學生的人品 為了這件事情 學生的一個事情 他竟然拿命來玩 用這個 生教啊 這個 綜藝研教啊 來教育學生 這個對潘天壽的這個 一生當中 有非常深刻的影響 所以 潘天壽他這個人很正啊 他從小開始 受到這種傳統的經典的教育 受到父母親的教育 還受到他老師的教育 很重要 所以 他在這個大距裏 很受人群眾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下面呢 我去談第三個問題 就是談他的這個 藝術特點 和藝術成就 他這個 藝術成就呢 他這個 他這個 藝術成就呢 比較大的方面呢 一個呢 他就是 他是作為一個 中國傳統 繪畫陣營當中的一個 主教 幹將 對吧 來維護了 中國的 傳統的 繪畫 命脈 這個 這裡面呢 四個人 吳昌索 喜白蛇 黃蜜紅 潘天壽 他呢 就是說 一個方面呢 他是要堅持這個 純粹的 純正的 這個 中國化的因素 他自己呢 因為你也知道 剛才講了 他不搞西化 但是他一開始 你會看到那個 照片就知道了 他也 一開始你看 打著鈴鐺呀 野蠻醜呀 沒外的感覺 到了後來他就是 穿這個 就是穿這個 本裝了 他就是 這個 你能看出他的 心裡他要堅持 中國的傳統了 那麼 他要在 藝術實際上 在藝術教育當中 他堅持 中華文明的 這個 中華文明的 這個 文脈 因為當時在中國 特別是武士運動以後 大勢所需 人人都是在 從洋 也覺得中國 落後都是 中國的文化造成的 中國的這個 反風險 反社會 反傳統 那是 那麼 他在這個時候 能夠堅持傳統 而且在這個 受到各種各樣的打擊和挫折 不去不勞 這個是他的一個 非常大的貢獻 另外一個畫面 他一方面在堅持 但是呢 這個 他呢 又在不斷的創新 就是說 他 保護和 克服傳統的 同時的時候 他把整個傳統 在往前推進 他用他自己的一起自衛 他不以西化 吃蟲 不是完全跟著西化走 而是呢 堅持自己的實踐 來創新 讓這個 來解答什麼課題呢 就是解答中國話 從傳統 走進現代的可能性 和他的這個空間 他做出了自己的表率 所以他的話呢 就是說 畫得很大 我想畫這麼大的畫 有幾個原因 一個呢 江東說中國話不能畫大畫 你看 給你畫畫看 對吧 所以這個 吳光中就提到 他說 他是中國畫大畫的 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就是他這個 還有一個呢 這個時候 中國有大畫畫 像這個 你看 美國你現在想畫大畫 不太容易 我們一定要畫 那個時候 這個中國 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正好 建樓堂管所 人民大會堂 什麼什麼 這個堂 那個堂呢 需要大畫 你看到現在 人民大會堂 都還畫 有盼老的畫 對吧 好多人 像那個 互報蛇畫 加上如此多焦啊 他有這個機會 他有這個 有這個氣派 還有這個機會 來畫這個大畫 所以呢 這個呢 是他這個 一個方面 就是在這個 藝術上呢 它這個重要的 這個貢獻 就是 他不單是建設傳統 而且把傳統 往前推進 這個 做出了點判 所以我這個提莫教授 這個藝術高峰呢 他打到了一個高峰 這是他很了不起的 對吧 另外呢 就是說他在這個 藝術的這個 藝術的這個 造詣方面呢 他呢就是 用他自己的話講 因為我當時有一個 也是一個老師 叫高萬華 那時候就住在我客廳 把這個金唐這個 一個人在那兒畫畫 後來到中央美院去做教授去了 他跟我講 他說 潘衣先生呢 他一輩子啊 最崇拜的是誰呀 八大山人 他對這個八大山人是無體崇拜呀 就是祝大 這個清朝的一個 清初的一個 有名的一個 中國畫家 所以你看他的作品呢 除了說 吳昌樹的影響 他很明顯的能看得到 他受這個八大山人的影響 這張作品是點評的 是無昌樹的影響 當然他這個 這個 好多方面呢 也有了自己的風格 但是 你們看到無昌樹的影子 這也是無昌樹的影子 這個這個 這個畫的某端畫 這個就是無昌樹畫 但是他有了現代感 增加了好多這種 現代的這個構圖啊 這個處理啊 這個有點像 齊白石的對吧 這個就是很典型的 這個就是很典型的 受到這個八大山人的 畫這個這個 你看這個 簡單的幾個線 幾個木團 這個這個很洗練的 構圖 來表達這個 這個這個 當時的八大山人的 什麼藝術風格 他呢 在這個藝術宗旨上呢 就是說他 他的所謂的 我們叫做藝術哲學啦 這也是我的藝術哲學 我通常也是講的 人家問題 幾個老師啊 我最近做一個講的 我們這個 一個美國人還問我 他說你最喜歡的老師 哪幾個 我說最喜歡的就是三個 實際上呢 這個呢就是 這個差不多吧 正宗的這個中國畫的 這些畫家 都是這三個老師 哪三個呢 一個就是傳古 就是說你這個 這個四古人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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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畫家呢 講要四五人 去學學古人 要靈摩 要把古代的傳統的東西 學過來 對吧 這個潘天壽 剛才我也講了 他這個 從見紫陽花湖開始 然後呢 到這個表華店去 看到一些古畫 到郭物館看古畫 到學學他的老師 武昌說 對吧 這一路下來 到徐八大山人 真的他把這個傳統吃透了 這個這個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就是思造化 造化呢 就是大自然 就是他到自然當中去 繼續靈感 激發他的這個 繪畫的激情 這個最典型的就是 五五年 他到燕丹山去 當然之前也不是說 他沒有到大自然當中去 他到這個 這個行千里路 從這個杭州一直跑到湖南 再跑到這個這個 重慶 這個就是一個千里路吧 對吧 雖然辛苦一點 這個情緒不好 但是他有感受 那麼這個呢 我們就叫做思造化 第三個呢 思心 就是個人的修養 個人的這種 這個 文學基礎 藝術基礎 理論 這個呢 他一直在不斷修煉 內生主事 對吧 這個呢 就是三思 但是他呢 一開始倒過來 先思心 然後呢 是傳統 最後呢 這個思造化 一下子 一個大師出來了 這是他的這個 藝術的這個 宗旨 這個呢 也是變成了後來 芝加美術學院 包括很多藝術學院 就是學中國化人的一個 哲學 所以我們到現在也是 生受其力啊 這個話也不是 潘老師提出來的 這個是唐朝里倫家 就提出了三思 思古人 思造化 思心 就是 你有了傳統的東西 有了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 自然的靈感 你還要表達自己的情感 表達自己個人的一些情懷 這叫思心 這個呢 就取決於 你這個人品有多高 你意見有多高 你這個藝術就能提到多高 所以好多人 現在好多畫家 雖然畫得很熟練 但是取了這一塊 你要想成為一個大師 很困難 好在說不可能 所以這個 潘天生呢 他一直談到了 這個藝術之高下 重在境界 境界成長 一步一重天 他就是 這個人呢 要有一個精神的修養 另外呢 他在創作觀點上呢 他藝術呢 是重在表現 而不是在現 就是說 我看到這個東西 把它表達出來 而不是在現的 就是說 現實主義的東西 我把它 像照相機一樣的把它 重複出來 這個呢 也是 這個是 中國化的一個進化 也是他的一個 主要的一個觀點 還有一個呢 就是 在這個 空間分割 在構圖上 他形成了一個 非常自己的 顯然的特點 他強調這個 平面的分割 強調呢 這個 一種叫 近視 一種叫 動視 透視的視 所謂近視呢 就是說 像照相機一樣 在這裡拍照片 這個 整個視點 就是一個焦點 這個叫 近視不動的 動視呢 就是說 像這個 錄像機一樣的 在挪動這個視點在動的 實際上呢 我們這個 中文化裡面 就叫做三點特色 那麼 這個呢 就是 在西方呢 實際上 就 不謀而合 在這個 為什麼 繁岡我們說 他叫這個 現代藝術之父呢 之父呢 這個 父親的父啊 他其中有一個 觀點 就是這兩個觀點 他就認為說 這個 2D 就是2D 就是 2Dimensional 就是 Mesh more important than 3Dimensional 就是 兩度空間的 這種構圖 和這個 這個視野的 分割呢 比 三度空間更重要 因為 三度空間呢 你就是說把這個 畫面立體了 就是你看到很遠很深 對吧 那麼 兩度空間呢 就假設一種 平面構成 這個呢就是 現代 現代藝術的一個 從 這個這個 文藝復興以後 到現代藝術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 一個觀點 但是這些觀點呢 在中國呢 實際上 在唐朝 宋朝 就有人在書上 已經寫了這些 關於中國話的透視 中國話叫 閃點透視 反而呢 他叫多點透視 這個潘 潘先生呢 他叫做 洞視 更簡單 一個是近視 一個叫洞視 那麼這個呢 你會看到 他就是說 他一張畫面 比如說剛才講到 都到燕南山去 學生在這兒 一個一個的在取景 畫畫 他東端端 西端端 東端端 西端端 西端端端 加點構圖 重新的來處理 變成自己的存在 所以這個呢 就比單多的 拍個照相機 或這個一個腳 拍下來就畫了這個東西 當然要高張多了 對吧 這是他的一個 在藝術上的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特點 另外呢 另外呢 他就強調了 用餡來表達 他的作品 大家都用餡來表達 他就 他曾經講的就是 我要你餡為主 餡為骨 就是骨頭的骨 骨頭 面為肉 點為絲 裝飾的絲 就是他的這個作品裡面 你就會看到 這個這個 幾根餡 對吧 石頭 骨頭 這個面呢 是肉 這個兩個鳥是個面 那麼其他的點呢 是來點 來裝飾的 點為絲 這是他的一個 對藝術的處理的一個 他的一個觀點 在表現實話上 那麼當然 傳統上呢 他還有把所有的中國傳統繪畫的一些精神 都計算下來 就強調 比如說這個 詩書畫印 他的詩寫得很好 他的詩而且都是用文言文寫 他不用白話文來寫詩的 這個書法 大家也知道了 這個書法呢 這個 那時候文革 他很會 因為他書法一提出去 交代問題 就有學生把書法撕了 拖回去 所以他們的方法還要再寫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 書法 印章 剛才已經講到 他這個從小就 刻印章 他這個自己的印章 自己刻 花 剛才已經提到了 在筆摸方面 他特別強調用筆 這個 這個 吳昌說 那時候就肯定他 就是他練能扛領 而且在方筆中求識 求這個趨勢的識 他的 你看這種 用筆啊 這種轉角度 方方的 就追求一種力度 當然也有人講到說 是這個 比較八道 寫的 八漢旗 這是他的筆摸方面的特點 這個 還有 人呢 就是在這個 他的這個 構圖上呢 就是這個 就講他呢 顯中求勝 自白受黑 就是說 他 這個 畫畫的時候呢 他不是說 光看這個 黑裡面 而且要看到這個 白的這個空間 怎麼來處理 怎麼空 上面一塊白的 它不是 白的那樣 把它做一個形體來看 這樣來 更好地來 把這個 黑的這一塊 我們叫 negative positive 就更好地把這個 positive 的這一塊 來處理好 這個呢 就是跟中國的 陰陽 跟中國的 這個 這個 繪畫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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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就是把它這個 這個 枸圖呢 就把它分成 譬如說 一種是回字型 這是他在燕蘭漫畫的 一種是回字型 就是他這個 我來找一個 回字型的枸圖 這有點像回字型 就是 就是這個 一個枸圖裡面 它的這個 不是把這個畫畫在最中間 它是畫在這個 這個邊上 然後再想啊 用書刮 草啊 來把這個 邊上的這個回字破一破 形成一個 多立在他自己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呢 他們又叫做 叫做這個 右字型 畫在下面 右字型 就是有一面 這個回字一方面呢 它這個右字型 都是倒過來的 是這樣的一個右 正右 有的時候是側右 側右 這個是朝左的 朝右的 那麼它是 創作了自己的一個 多特的繪畫語言 就是人家一看 這是潘天說的枸圖 你想學就是潘天說的 你可以跟他學 但是呢 它自己形成它 自己的這個 這個風格 這個 這個呢 也是一個 幼稚型的枸圖 這個 可視端是畫在這一點 但是它一把它 通過 硬剛說法 把這個 封起來了 這個也是一個典型的 一個回字型的枸圖 這是它畫的圖 也是這樣的 你看 有一個 一個機構 所以呢 它呢 這個 在枸圖上 還有一個呢 就是 它吸收了這個 南宋的畫家的 這個 好多枸圖的特點 我們知道這個 南宋呢 是從這個 百宋過去的 從開封 這個 這個 遷都遷到杭州 當時南宋呢 有四個畫家 我們叫做 劉里馬夏 劉松年 這個 這個 李唐 馬遠 蝦龜 我們在美術史上 叫馬遠 叫馬一角 為什麼叫馬一角呢 它專門希望 一個絕不一步 絕不的一個角來畫 它跟這個百宋呢 就是整個這種 大場面的那種 全景的三角 它形成一種不同的風格 所以呢 這個 南宋的畫家 他們分析呢 是 這個 中國分 南百宋 就是 南宋的畫家 它司法的是 這個 百宋的這種畫牌 就是它用力 比較粗胖 這個這個 在枸圖上呢 它比較取一角 這種枸圖 因為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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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的 畫家 都是百方過來的 就是從開放中間過來的 倒是 百宋的畫家 像這個 它呢 是繼承的 後來下來的傳媒呢 是 南宋的味道 宋就是宗洋 南宋的味道 就是南百宋 他們說這個 潘天壽呢 因為它是在南方 又受到武昌說 這個八大三人的影響 所以它把南百宋呢 就是融為一體 它的構圖上 在這個 有很濃烈的 這個 南宋的 這個 味道 但是 它在這個 傳統的 筆墨的 繼承方面 它就繼承了 百宋 或者我們叫做 南宋的 風格 和畫牌 這些呢 都是在 在藝術上呢 我們來講的 關於它的一些貢獻 當然也有人講的 就是說 它的東西呢 就是偏 這個 雕絲味比較 因為它的東西 你不能 它精於計算 就是你 畫裡面 你不能拿掉一筆 不能增加一筆 它就算得非常的嚴謹 就是 你看 启拜神呢 它就是說 有一種天然去雕絲 畫得像個兒童話一樣的 很自然 它的東西呢 就是說你一看就是 精心地 這個 刻畫 處理過來 所以呢 這個呢 也形成了它自己的風格 對吧 另外呢 還有一些比較霸氣 這是有人在 在藝術評論上也有人 對它有這樣的一個評價 那我想呢 最最主要的呢 就是它的趨勢太早了 再給它二十年 那就是一個不得了不得了的 創作者多少好的作品 我們都沒辦法想像的 這個呢 就是非常非常的遺憾 所以最後呢 我來總結一下呢 就是潘天空呢 它實際上是 它梳立了 自為雄想的東方意想 形成了自己很強烈的一個 東方意圖的風格 而且呢 作為它個人來講呢 也是一個 華夏民族的一個形象的寫照 所以我題目就叫做 藝術高峰 中華企量 我就寫照 接到朋友